政府最快下星期二派第二批包机去到武汉 接载滞留湖北的700多个香港人返港 与第一批包机一样会分开四班机 第一批坐包机在湖北返港的市民 14日检疫期凌晨届满 独促乘坐专车离开晋阳村检疫中心 政府上个月分两日用四班包机接载469人返港 暂时只有一个女人确诊新冠肺炎 至于第二批包机同样会有四班机 会接载距离武汉两三个中车程 周边三个城市的港人 车程远行动挑战亦更大 入境处会增派后勤人员沿途支援 我们这个联系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由早上一路追踪他们 究竟去到机场没有 我们可以问他们 究竟你和接你那位车长取得联系没有 你准时下去 你上了车没有 会不会有哪个关卡卡住了 入境处处长曾国慧也会亲自指挥 连续三次撤离行动都上前线 被问到是否为做保安局局长铺路 半点都没想过 甚至乎当时在出发前 我跟局长说我都害怕会有人这样传 眼前来说我只希望我还在入境处的这段时间里做好我的工作 带领好部门 曾国慧说下一次的包机行动在协调和指挥上会做得更好 预计除人的入境处职员人数会维持在20多人 暴先知识记者周俊峰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